其實在以前求學階段的時候 就是本身對生物方面就比較有興趣 那也希望說之後的事業 能就是從事在與人接觸方面的相關的職業 從最基礎的辨認說 每個胎有部位的圖片 然後還有一些它的生理數值的資料 然後在熟悉這邊看診流程的那個 看診程序 那就自己去做一份程序 然後再給前輩們就是對過稿 然後這樣子一步一步累積出來的 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在於 其實正常的 因為大部分來這邊做檢查的 它大部分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我們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如果是看到異常的時候 你很難去辨認說它到底是哪一種異常 因為生命真的是太奧妙了 各種異常都有可能 然後我們要去 就是從這裡面做一些 間別診斷 還蠻就是困難的 因為其實超音波它本身是一個 很專門的一個科別 那基本上它的那個診斷 是依靠那個操作者 它的經驗去決定的 那所以如果要在選之後 精進超音波的路線的話 會覺得比較想要著重在心臟的部分 因為最常見的就是心臟上的異常 那這基本上大部分也是 所有父母最想關心的問題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能就是去多了解太子心臟的部分 再做多做學習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